独中同考特别委员会的研究报告 经过数次的延期之后 今天终于敲定把成交研究报告的 最后期限展延到10月尾 特委会说他们会在这个月做最后冲斥 会见东马代表和各党国会议员收集意见 并以更全面的形式 以赐过的提成这份报告给教育部 而特委会也说他们用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 来整理40多年来的烫手山芋 展延成交报告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成任同考的漫漫长路到底何时才会走完 独中同考特别委员会表示 成任同考的研究报告已经来到了最终的草拟阶段 只剩下20%的内容还未完成 他们有信心在这个月委完成 并把报告提成给教育部 特委会主席邱武英说 他们会在这个月会见其余的东马代表和团体 同时在10月16号开始 咨询各党国会议员的意见和立场 特委会至今已经会见了72名代表和团体 当中包括教育界、政坛和多名个人代表大约500多人 邱武英说特委会其实在今年1月才开始进行研究 去年10月到12月 特委会是在探讨如何有效落实研究和完成报告 是的 同考特别委员会的这一份研究报告 可说是拖了又再拖 那当中到底是出了些什么问题呢 特别委员会今天就解释说 他们希望以更完整的形式去提成这一份报告 况且40多年的棘手课题耗个十多个月来处理 实属合情合理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问题的 一些人有所谓的问题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这并仅是一个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的系统 想要进入某种程度的系统 我希望大家也要注意 所有的事情 这些问题已经继续了40年 这些事情不是很紧的 如果我们要求 10个月 去防疫情这些事情 在这些事情 耗时将近一年研究和搜集意见 那报告的内容是更倾向于承认 还是反对承认同考呢 面对媒体的询问 特委会主席拿到陈有信三千七口 坚持不透露任何报告内容 没错在报告还没交给教育部之前 特委会拒绝透露任何内容 但特委会三人都一致认同 报告完成之后必须要公开让全民知道 可是公开报告与否 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教育部手中 这也是特委会第三次申请延期 而教育部也表明 特委会原本应该在半年内完成报告 当局劝请特委会别再耽误 同时希望报告能尽快提出给内阁 MTV7 余伟健采访报道